这患者听了不少做何感想 老牌药厂张国舟制药 被食药署两度查出 他们所属的张国舟强卫散 使用的碳酸氢纳原料 没有取得原料的许可证 因此一药事法要求业者要下架 而现在业者强调 这些原料对人体是安全无余的 虽然没有接到卫生局的通知 但是他们已经采取预防性下架 最新消息带您关心 上班出差旅游 老牌制药张国舟强卫散主攻卫酸族 强调强卫散是上班应酬必备良药 不过这会儿却出了包 根据食药署这个月 18号和21号的稽查结果 张国舟强卫散部分批号 所使用的碳酸氢纳原料 不仅没有原料药许可证 也未依自用原料办理进口 明显违反药事法 因此要求药品立刻下架 桃园市政府卫生局 他们去查这家公司 那他们有发现就是张国舟强卫散 他使用的那个碳酸氢纳 碳酸氢纳的成分 没有原料药的许可证 也没有申请自用原料药的进口 不过业者晚间出面澄清 虽然原料未符合规定 不过所有原料都经过进口国籍 中华药点主批检验及放行 因此都是合格的药品及进口原料 对人体是安全无虞 本公司因为还没有收到 食药署的一个正式公文的判定 目前我们是依法 预防性的下架 张国舟强卫散销售量 每个月达十万瓶 市占率逼近九成 因此食药署及卫生局将进一步追查 是否仍有其他批号原料不符规定 并等待食药署审验确认药品安全无虞之后 才能继续贩售